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沈文斌 是新浪微博数据平台的研发工程师 岗位主要负责卡夫卡和PASA的运维和研发工作 也是开源项目的爱好者 是阿帕奇PASA卡夫卡的contributor 同时也是KOP的menter 我们先介绍一下本次演讲的一个目录 第一部分的话是介绍引路KOP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部分是KOP低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部分新特性改进的介绍 第四部分是做一下总结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引路KOP的背景和动机 再讲解动机的话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当年卡夫卡集群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卡夫卡集群的一个数据来源的话 分为新浪新闻客户端 微博客户端以及公司的其他的产品 这部分数据的话包含以下几个一些分类 有特征日志订单数据广告数据买点日志监控日志 服务其他的服务日志 这部分数据通过上游的生产者进入到我们的卡夫卡集群里面来 我们的卡夫卡集群的话分为在线集群 广告集群日志集群离线集群 还有机器学习的训练集群 然后数据进入到卡夫卡集群之后呢 下游的消费者会数据处理之后 会会用来做推荐的训练 落地到sfs 离线数仓 实时监控 做数据报表 以及做实时分析 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卡夫卡集群的一个现状 那我们在维护卡夫卡集群的过程中呢 也会遇到一些什么痛点的问题呢 首先就是卡夫卡的运维他比较困难 因为对于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面对我们卡夫卡的数据来源 面对的很多的是用户行为 面对的是一个用户测的数据 这样的话 当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突发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上游的数据也会也会突增 这样的话 我们的集群的一个流量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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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增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集群出现一些节点 出现一些评件 出现一些硬件的评件 包括一些机器达到一个网卡的流量的瓶颈和磁盘 要达到瓶颈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扩容我们的卡夫卡的集群 当我们扩容节点的时候 因为卡夫卡自身的特性 我们无法就是卡夫卡无法做到自动均衡 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去人工去介入干预这些事情 然后另外的话 因为的困难的话就是卡夫卡磁盘数据分布不均 还有托皮革分区流量分布不均 因为当你的托皮革 因为对于卡夫卡来说 你的托皮革始终是处于一个动态上下线的过程 当你某一时刻的集群的流量分布的比较均匀的时候 然后随着这个托皮革的一个动态上下线 也会导致有的机器负载高 有的机器负载低 进而也就导致了磁盘数据分布不均 分区流量分布不均 然后当我们遇到这种分布不均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均衡 对于卡夫卡来说 做数据均衡的数据均衡的话 就是做迁移分区 然后但是对于 但是迁移分区的话 势必就带来了数据的移动 这在热点或者是在其他的时候 也会对这种数据迁移啊 对服务的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还有我们单集群的话 是每日万一级的一个消息血路 我们想要迁移其他的消息对立的话 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世界的客户端就会比较多 第七部分的话是 作者不祥的重要的脑代码 因为我们的有一部分的 就是说有一部分业务 经过很多年的交接之后 圆码可能没了 就剩下一个架包 以及可配置的一个配置 然后这不 然后这个业务的话还比较重要 然后在现在一直跑着 我们想要将他迁到我们的一个新的消息对立的话 因为圆码没了 这部分熟悉这部分业务的 暂时没有熟悉这部分业务的人 想要去做改造 迁移到新的消息对立的话 也是比较困难 然后我们就期望 有一个新的消息对立 能解决我们前面卡分卡运为困难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么众多众多的客户端和业务 然后这部分 暂时无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的脑代码 能够通过一个可配置的文件 将我们的一个集训的地址更换成新的地址 然后就可以将我们的一个新的 将我们的这部分业务迁移到我们的一个新的消息对立里面去 然后我们在调缘这部分这种消息对立的时候就发现了 帕萨这个组帕萨这个消息对立 然后在对于帕萨做调缘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随内地址开源了一个卡卡 我们帕萨的一个项目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特别的架构 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这张图 这部分蓝色部分的话是帕萨的一个博尔层 然后它的元素巨层的话是基于组kip做的 然后还有它的存储层是基于不可以去行 帕萨这种 帕萨是一个存储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 然后基于存储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 然后qop的话应该是负 因为是基于帕萨博尔层做的 所以说它也就天然的拥有了 帕萨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的一个架构的优势 然后对于 然后对于qop来说它的一个实现方式就是基于帕萨的一个port handle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图上的这这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帕萨的port handle的一个是卡夫卡的port handle的 我们可以理解对于 qop要做的事情就是基于卡夫卡的port handle了 将卡夫卡的原生的效益协议引入到pass的博尔层来 而对于帕萨自己的效益协议来说 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pass的port handle了 将pass自身的一个效益协议引入到了pass的pass的port程 对于qop来说 它就是基于复用了pass 而博尔层的一些资源组件来完成它整个数据链路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它复用了pass的pass的一个topic lookup机制 然后还有它的抽象的一个managerlager存储成来将 凯博尔客户端发送的消息 跟book做一个交互 对于kop来说 它将消息处理 它接触消息之后 它是直接发送到了book 它没有在下在用消息 再加消息重新发一发一次给passer broker 这样可以避免的避免一次网卡的网卡的一个写录写出 对于qop来说 它还复用了passer的一些机制来完成它自己的一些新特性 然后通过这种qop通过这种嵌入到passer broker 来说 还可以复用它的一个多住户的一个特性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既然qop能够看一下qop我们的它能够跟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遇到的一些 呃 痛点问题 就是首先是这个无法自动均衡的一个问题 扩容节点无法自动均衡 因为passer它是天然的一个存储计算分离 它的那个bookie 基于bookie的这个写录的话 它是可以动态扩容的 动态扩容之后 它的那个客户端就可以动态实现发现这个新的bookie节点 然后将它的新的数据写入到这个新的bookie节点上面去 这样就避免了一个 呃 这样就可以新的补给扩容之后 进不就可以立马 呃 立马处理我们新的一个数据数据数据写录 然后老的数据的话 也就也就不需要去做数据迁移 这样就可以避免了我们 避免了我们的一个 和我们避免了我们自己去做一个 迁于分区 然后带来的一个数据移动 然后对于帕萨博克层来说 它是无状态的 你加入扩容新的博克之后 你只需要对脱皮个的帮路的 或者是内门 贝斯做一个 重载 这样的话 它就会根据 呃 根据流量负载 将那个新的帮的分配到这个新的博克上面去 这样的话 就能达到一个博克层的一个 这个分区迁移 因为博克层只是做一些原数据的迁移计算 所以说这个动作会比较快 然后你的客户端只需要去做一次原数据的重载 这样就能够完成这个 这样就能完成这个分区的一个迁移 然后他就能 这样的 这样来看的话 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个 呃 一个扩容节点 新的节点无法自动均衡 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 所以 呃 就可以 呃 因为对于帕大博克来说 它有load balance的一个机制 可以去做到这个 而动他的一个 呃 一个流量的均衡 一个负载均衡 你可以把这个开启 然后对于kop来说 它也是受用这个机制的 所以说它就可以 呃 就可以解决我们的5 呃 扩容节点无法自动均衡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是 呃 呃 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千许分区带来一个数据移动 对于帕大刚刚也是说了 帕大博克只是做一些元数据的计算前移 对于booker来说 你扩容性的节点 它就能承担性的流量 你也不需要去做一个数据前移 然后还能脱QB 还能 附用帕大已有的一些新的特性 啊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着手调研和使用上线QP 那么我们在使用QP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呃 就是QP低版本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在解决低版本兼容性问题有哪些问题 问题一的话就是低版本认证不兼容 因为我们的卡封卡集群是一个认证集群 你 呃 你首先第一步认证不能通过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 呃 去呃 去探讨后续的一个写入和消费了 呃 因为我们这边有 呃 有部分重要的集群是老版本的 是低于1.0版本之前的呃 集群 所以说就需要去考虑这个低版本认证 低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低版本认证不兼容的话 它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在卡封卡的1.0版本之前 客户端和服务端做认证握手握手认证的时候是基于一个微零版本的一个 sazhandshake request的请求 一旦你的客户端和服务端是通过微零版本的这个请求去交互的话 他后续的领牌的这些token领牌的信息都是通过不需要卡封卡协议头包装的一串不透明的数据包去发送的 所以说这边这个对于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来说 我们需要做的一部分就就是要去手动解析这个数据包 然后完成后续的认证动作 那么1.0之前是怎么做的呢 1.0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在卡封卡1.0之后 客户端和服务端就开始通过微一版本的一个sazhandshake request请求 去交互 一旦你是这个v1版本的之后 你后续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动作 你后续的认证的动作 就是后续的那个token一系列一系列令牌的信息 就是通过这个sazhandshake request请求去完成的 这个就与1.0版本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就有有有区别了 所以说我们对于因为kop 因为kop它的它的当前的之前的实现的版本是不支持这个手动去解析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去手动呃去解析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 然后在kop里面的话 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说呃他他当kop解析到呃获取到请求的时候 他第一步就去解析这个 解析这个协议头去解析这个协议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 它是包含这个协议头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改到这个改到这个第一呃去处理这个请求的这个部分 你不能上来就说我们去解析这个数据协议头 这样的话就会 对这个不透明的数据包的话 就没办法 就会解析出错了 嗯 所以说我们呃 主要的改动就是这两个这两个点 对于具体的一个圆码的一个修改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那个pr676号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我的遇到的问题二 日子协议兼容性的问题 下面有三张图 分别是 卡布卡的微零版本 微一版本和微二版本三个版本的一个日子协议 对呃 然后对于微一版本的话 它是在卡布卡零点一零版本引入的 它与微零版本主要是增加了一个时间错的字段 对于微二版本的话 它的日子协议改动比较大 它是以一个recordbatch 然后内部有很多的record消息 recordbatch有自己的一些元数据字段 然后record的话 也会有自己的单条消息的一些元数据字段 那我们的日子协议兼容性的问题在哪呢 因为kop它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 它引入 它是基于 引入了卡布卡的2.0版本的一个依赖 因为我们v2版本的一个协议是从0.11版本开始引入的 所以说你引入了2.0的依赖之后 它所有的一个处理的话 都是基于一个recordbatch去做处理的 那当我们有 当我们的kop的客户端通过v0版本或者v1版本的客户端去消费的时候 kop会返回这个v2版本的recordbatch给这些客户端 那这些客户端它本身只能识别v1为领或者是v1的一个日子协议 当他拿到这个v2版本的recordbatch的时候 它就会解析出错 这样就没办法继续消费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在我们讲解我们去解决这个消费的兼容性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kop是如何处理这个生产请求的 看一下它的整个写路的一个链路 当我们的kop的一个汉特的线程 获取到producer request请求的时候 它会将其中的卡夫卡records解析出来 交给我们的一个reviewmanage的组件 去追加这个卡发request 这个reviewmanage的话 可以和卡夫卡里面的一个reviewmanage做关联 只不过我们不要去关心 不关心其他的一些一些功能 在这边的话 我们只需要去专注于这个最佳卡不卡records的一个过程 然后reviewmanage最佳卡不卡records的时候 会调用这个partitionlog的一个最佳卡不卡records 对于partitionlog的话 它就是针对每个分区都有一个自己的partitionlog 在在qop的一个broker里面的话 是有一个partitionlog manager的 这个manager去专门维护他当前broker承载的 所有的分区的一个partitionlog 比如我们这边有一个 public的一个租户 默认的一个秘密空间 底下有一个test的分区0 test分区1 test分区2 这三个分区都有自己的对应的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partitionlog 然后有对应的partitionlog 就完成这个后续的卡不卡的追加卡发request的过程 那我们在讲解后续的一个逻辑的时候 我们先想一想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是前面的架构里面也讲了 既然kop是通过将卡不卡的records写入到 通过 通过以及复用broker层的一些组件 将最终将这个卡不将卡不卡消息写入到我们的book里面去 因为你需要你需要去复用broker层的一些组件 那你就要去想 他肯定是将卡不卡records转换成了一个partition message 或者是将他转换成了book识别的一些 暗取的一些消息 我们先引入先思考 先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续他是怎么做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链路的话 我们先刚刚说到这个partitionlog追加卡发request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他会去调用这个暗计format的incode的编码的一个过程 编码之后的话 他就会调用这个broker层的一个processing topic的组件去publish这个message 其实在这三在这三行 这三条 这这一个链路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 他前面还是追加卡不卡的records 经过这个编码之后 就开始发布趴趴萨的一个message 而且是附用了趴萨博克上的一个组件 所以说这个安全复博的就和 呃就 我这个安全复博的就应该能解释 就应该能解答我们前面的这个问题 怎么将卡不卡的records编码成pass的message 所以说这个过程就很至极重要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是从kop的官网去截的 这个安全复卖的话是在我们的 卡发发的一个broker的那个config配置文件里面去配置的 我们可以指定以下几个范围 一个是卡不卡 一个是mixed卡不卡 一个是pass啊 如果你不配的话 默认是pass啊 默认的话是pass啊 呃 呃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安级服卖的是怎么去编码这个事情的 啊 因为我们需要去将卡不卡records 编码成pass的message嘛 所以说前面介绍了卡不卡的records协议 我们后面 先看一下pass的message协议 呃 pass的message协议的话 我我是将这个pass的message协议定义成了一个meta data的payload 呃 对于所以说它的一个消息的话就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meta data的部分 一个是payload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 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字段 它都属于一个meta data的部分 然后这边有一个深色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message的payload的 就说这是一个消息体的一个过程 消息体的部分 对于消息体的部分的话 它也是像卡不卡的recordbatch一样 它里面也是存在了多条的那个消息 对于每一条消息都有都有自己的payload的 以及它自己的一个meta data 这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meta data 这这的话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batch的一个meta data 然后因为这边字段比较多啊 我们也不去一一一一介绍 我们主要就选几个比较重要的 后续我们可能会用到的 你像这个publish time 就表明这个batch的开批次的消息写入一个时间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property的一个字段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扩展一些属性 就我们自己去自定义的一些属性 然后还有这边有一个字段是numbermessage 就表示我们这个batch里面有多少多少条消息 其他的我们就先不去关注这个其他的一些一些字段了 刚刚说到我们的卡不卡的安全复卖的在从卡不卡的records到pass的message消息的转换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卡不卡的日子协议和pass的一个message协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全复卖的 它是怎么将卡不卡的records转换成那个pass的message message消息呢 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字段啊 对于安全复卖的卡不卡来说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将卡不卡的消息转换成pass的message 然后 然后的话它是只支持卡不卡的 生产和卡不卡的客户端去消费 对pass来说pass的客户端来说 它是无法去消费的 而它的做法就是呃 第一步 呃 它是构建了一个pass的message 然后将在它的message的部分的话是覆盖了这个publish time 就写入时间为当天的时间 这个时间啊 我个人我个人才呃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会 呃 为了后续的一个ttl和retention机制做服务的 然后还有覆盖它一个那么呢那么message 就有多少这个呃 这个message里面有多少条小 有多少条实际的消息 然后还有这个properties属性 里面增加了一个标识message的一个安全 format的类型 这个安全 format的类型 主要是在它后续的消费阶段抵扣的阶段需要 然后对于卡不卡的一个 呃 整个records的话 它就将呃 在这个安全 format的卡不卡的时候是就就将这个pass的这个message message payload的部分 将整个卡不卡record batch写入到这个payload里面 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呃 卡不卡的客户弹能消费 但是对于pass的 客户弹无法消费这个消息的问题 因为你pass的客户弹拿到这个record batch之后 它也无法去解析这个东西 拿不到里面的数据 啊 然后对于按键服卖的等于pass来说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啊 因为它要它要变成一个pass的客户弹能消费的一个数据嘛 所以说它肯定是需要去将整个消息组合成这个pass啊 客户弹能解析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 它的它就需要去便利整个卡不卡的record的batch 啊 然后以及它内部的这个record的 然后转换设置对应的pass的一个message的外部的一个message的一个metadata 然后以及它所有的record去转换成对应的一个payload啊 对于每个payload的有自己的一个single的message metadata 所以说它就需要去深度便利这个呃 迭代这个卡不卡的recordbatch 然后去设置它对应的metadata 呃 映射到每对应的一个metadata 以及它相应的message message payload的 这样将这个messpass的message效益写入booker的时候 后续的pass的consumer 也能够去消费这个pass的message 啊 所以说这就是 呃 安全复卖的 呃 然后将卡不卡的records 呃 经过这个安全复卖的之后 转换成了一个pass的message 然后写入到booker里面去 啊 所以以上就是整个qop处理 呃 整个present request 请求的一个流程 那整个我们看完了这个处理producer 请求的一个流程 那对于卡不卡日子消费的一个协议 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它是怎么解决的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写录是通过这个any for matter 做转换的 那对于它消费的话 decode这个阶段一定也是通过这个any for matter 去做了一个解码 那对于解码的话 那对解码的话 我们是怎么呃 无非就是通过pass的message 再重新转换成卡不卡的呃 软件 这个call record batch的过程啊 那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 它兼容性的问题是通过那个v0 v1以及v2 那个D版本的卡不卡的 可是我们他无法消费这个高版本的这个record batch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去转换这个 呃 从record batch 还要转换成他客户单低版本客户单能识别的message set 那这个过程的话 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卡QQB的客户单去发送那个fetch 请求的时候消费请求的时候 他是带着他的fetch 请求的一个版本协议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fetch 请求的消息 呃 一个协议版本 以及当前那个 呃 当前那个payload的里面的record batch他的一个版本 然后去将这个record batch向下转换成那个呃 第一版本那个consumer能够识别的那个message set 然后将之后讲 然后将这个message set去返回给这个response回给这个客户端 而这个客户端就可以消费了 啊 所以他的一个 对于解决这个协议地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主要就是在这个消费的阶段 的一个转换 然后对于安全方法的pass的话 同样也是将pass的message 转换成对应的一个卡不卡的record 以及他第一版本的一个message set 那上面我们讲完了一个呃 讲完了他的那个第一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我们下面看一下 介绍一下部分新特性的一个介绍 啊 我们这边主要讲的一个新特性的话 就是我们引入了一个原数据实现管理器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引入这个原数据实现管理器的原因 引入原因一 原数据不一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kob class的一个图 呃 qb class的一个图 呃 里面有两个两节点的一个broker 呃 首先客户端他要消费一个呃 有一个test的分区0 在他的ownerbroker是这个broker1 然后我们客户端要消费这个test的零分呃 0号分区的topic 呃 他配置了broker一个broker2的地址 然后他他第一步发送message的请求的时候 他会 呃 他将message的请求发送的给了broker2 然后broker在之前的qp的处理逻辑里面 他处理message的请求的时候 他会根据客户端关心的这个topic分区的呃 利的信息 然后把这个broker组合到那个message的response里面的那个节点信息里面去 然后对于broker来说 因为他没有承担任何的leader他客户端所关心的leader 所以他没有将这个broker返回给那个客户端 所以说客户端拿到leader信息以及node的信息里面 他就只包含这个broker1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的话 客户端进去生产 这样的话 因为他node里面包含这个broker1 所以他的路由以及请求到这个broker1上面去 他就能进行接下来的一个生产请求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张图 当我们的broker1挂掉之后crush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test的领域分区自动融缩到这个broker2上面 然后客户端因为broker1挂了之后 他生产也就失败了 那他第三步的话 他就必须得重新更新这个meta day的 去查找他拖他这个关心的topic对应的一个利率信息 由于刚刚第一步的时候 因为那个node信息里面 他只返回了broker1 所以客户让他尝试这个meta day请求的 永远只会发往这个broker1 但是因为博客1不通 所以他 所以说他的整个meta day的请求一直就卡在这个博客1的发送链路上面 直到他的meta day请求超时 而客户呢 直接就抛出这个超时的错误 这样的话 就是说在博客1挂了之后 剩下的这个客户端 这后续的客户端 他就无法再打到在在路由到这个博客上面 所以说有一个元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集集集圈本来还有剩下一个节点可用 但是客户端没办法 没办法自动融错了 而引入原因二的话 就是对于group 他残留了无效的特别的状态 这个原因的话 呃 他主要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卡布卡有一个common的工具吗 可什么group工具 它可以查询我们消费的这个group 它的那个信息 假装我们这边有一个mine干group 它消费了一个test的topic 当我们消费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我们不消费了 我们接下来就将通过这个mineclad工具 将这个topic给删除掉 呃 在趴在卡卡里面的话 我们删除之后 我们再去查这个group的话 是查不到 如果这个group只消费了这一个topic 它是查不到剩下的的这个topic相关的一些lag信息的 但是对于qop来说 你删除删除这个topic之后 你再执行这个common的工具查询的话 它它会 它会抛出这个timeout的一个异常 呃 是卡在这个metaday的请求上面 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研究一下 呃 我们的一个卡瓦的adminclient 它发送了一个delete topic的一个请求之后 到达了qop的cluster 然后qop的broker的话 它会借助pass的那个管理端口pass admin 去触发这个删除topic的动作 然后这个请求进入到pass的cluster的broker上面的话 呃 就会转发到这个 这个topic所做的 所在的那个ownerbroker 然后这个ownerbroker的话 它就会去处理这个删除topic的一个动作 啊 这边的一个问题就是 呃 这个topic所在的ownerbroker 与我们实现的那个group coordinator 它所在的那个ownerbroker 它不在一个broker上面 这个就就 这就会导致我们删除这个topicownerbroker上topicownerbroker上面将资源清理掉了 但是我们的coordinator 因为 ownerbroker跟topicownerbroker不在一起 所以他无法感知到这个topic被删了 所以他的可能无法清除他那个group相关 相关的topic的一些状态信息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commod工具去查询这个group的时候 它是可以访问到这个coordinator的 它通过coordinator拿到了这个group对应的那个topic信息 又又拿到的这个已经被删除这个topic了 它拿拿到了之后 因为它 它从这个group里面 可能点的里面 已经拿到它的commodeloffset的信息 它要再去拿它那个topic的那个loganoffset的信息 对于这个loganoffset的话 它需要拿这个 拿这个值和它的前面的那个commodeloffset去做做计算 求它的lag值 所以说它接下来的话 拿到topic分区之后 它接下来就去集群里面 去寻找这个topic的meta的信息 然后因为这个topic里面已经class里面 已经将这个topic清除掉了 所以说qp就会给 不断返回这个topic的not leader for partition这些这些错误 没有找到这个分区信息 然后对于commodeloffset的工具的话 它因为拿到这个信息 它就会去从事 它就无端的去发动这个meta data 不断的失败 不断的从事 直到直到它的那个 达到它那个requesttimeout的时间 然后它会在某一次的meta data的请求的时候 出现这个超市的一个异常 然后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啊 就是qp它属于一个无状态服务 当前的实现 在一致性元素元数据上面 无法得到一个较高的保证 所以我们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就是基于meta data store的一个原数据 原数据事件处理器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前面前面 就是我们的qp在topiclookup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返回所有的一个broker信息 它只返回了对应的 分区所在的一个leader信息 然后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colinatorownerbroker 跟topic的ownerbroker 它不在一个节点上 它也无法感知这个topic的删除 删除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引入这个 基于meta data store的原数据事件处理器 它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broker kop的broker在上线的时候 它都会去注册一个监听这个事件 去监听 比如说它监听其他broker的一个上线的一个动作 以及下线的一个动作 然后就可以完成我们kopbroker里面维护的这个class的节点信息 在后续响应 客户端的一个meta data请求的时候 就可以将集训里面的所有的broker都返回给客户端 然后对于刚刚说的那个删除topic的动作的话 就是所有的kop的broker启动之后 都会去注册一个 这个topic删除的一个事件 当某一个broker接接收到那个接收到那个客户端的一个删除topic的动作的时候 它都会去注册这个事件 然后其他的kop的broker因为监听到这个事件之后 就会响应它那个删除动作 这样的话 我们所在的那个coordinator所在的broker的话 它也能响应到这个事件 就会去清除到它那个内存里面的 缓存的那个group 与那个topic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描述那个group信息的时候 就会就就可以拿 就不会拿到那个topic 也就不会出现操作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做下以上的总结 第一的话 我们今天主要讲解了一下qop支持0.9和0.10 卡发客户端之间的一些问题和修复 而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介绍了一下引路原数据实验管理器 来解决qop里面有原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然后第三部分是截至目前的话 我共提交了42个pr 然后已经莫及了37个 未来也会继续参与到qop的维护和开发 第四个是qop当前的功能也日趋完善 卡发卡的大部分功能qop都已经已经做了实现 好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内容